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15號 一名武漢網友爆料說 當局在聲稱武漢方艙醫院全面修艙的同時 又悄悄在四環外建了一個可容納4000人的方艙 有鐵絲網、電網 裡面的人根本跑不出去 爆料人說 信息來源是參與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人士 中共高調宣傳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已經得到控制 一些信以為真的海外華人紛紛回國 入境之後才發現上當 3月14號 有人發視頻爆料說 一下飛機就被強制隔離 兩天不給飯吃 連水都沒得喝 也有人發視頻說 隔離環境非常差 不能洗澡 不能洗衣服 不能開窗通風 一名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 做志願者的網民 日前給親友發消息說 武漢方艙醫院快速清艙是政治操作 政府要求必須把新增數據降下來 實際上 90%以上的出院者是帶病毒的 因此才出現了那麼多患者出院回家後 一家人都被感染的例子 3月14號 一名武漢市民上傳一段視頻說 他所在的小區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當天又漲了兩例 疑似病例上漲了六例 他說 這個小區已經被官方封了兩個多月了 居民都不能下樓 這樣下去真不知道還要關多久